你怎麼臉紅了呢? 臉紅了嗎? 臉紅就對了 臉紅就說明我的理論是正確的 說明你即使不喜歡這個異性 你靠近的時候呢 你臉也會紅 這是本能 我帶你去一個 能讓你臉紅心跳的地方吧 你再吃點嗎? 行 老闆,來兩瓶啤酒 乾杯 謝謝你今天救了 老闆,加兩瓶啤酒 好嘞 再來兩串變態辣雞翅 謝謝 你也吃一點,你別不吃啊 我不吃 不吃拉抖 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這麼喜歡吃這個變態垃圾吃啊 對啊,你怎麼知道的呀 不對,不對,不對,不對 我的腦子裡怎麼會有奇奇怪怪的東西閃進來啊 行 尹思辰 我問一個小問題啊 那天在 酒吧 你去了嗎? 你不会现在才知道吧 我不是在那次摇摘窗窗的时候 什么窗窗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我那个时候啊 其实不知道你是像你现在这样这么的 善解人意 这么的乐于助人 这么的温柔绅士 我是不知道的啊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说了什么 就是你是什么 这种话这种话 我全部都说回掉 我那时候就应该知道 你就不是一个省偶的灯 对对对 我绝对不是什么省偶的灯 老板 你就把我辞了吧 是有点后悔 后悔啊 后悔了就赶紧现在 马上写一份解约申请 然后我就把它签了 我们今天从这顿饭之后 就再也不要见面了 好 老板 接上 好 好 好 不是啊 老板 真词啊 你下给我也 你下给我也 行 行 死就此 签了我就告诉你 行 签完之后我们吃完这顿饭之后就再也不要见了 好 等等 老板 如果我们现在节约的话 我们时常没到 那 钱怎么算 无条件答应乙方一个 不对啊 下次签约之前 看清楚条款在签字 看不懂就问 明天我会让飞扬 把延长合约的条款补给我 赶紧免费再给我做三个月的保姆 不是 你不能这样子的 你 不行不行不行 撕掉 撕掉就不算是 我已经发给飞扬了 哎呦 听不见听不见 听不见 我们没有没有至少 年习要做签数了 又怎么了 你不需要知道 有特别好的事情发生 严非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你放心吧 一切都准备好了 当然了 小子这么开心 我今天早走一会儿 畅总 我今天早走一会儿 为什么 什么事儿啊 也没什么事儿 就鸿沫的方总 约着一起吃个饭 让我帮他个忙 你说是那个方明 嗯 这么重要的场合 把我带上吧 以表尊重 是不是 那 你要是 没什么事儿的话 就一起吧 嗯 你把时间和地点发给我吧 好 既然叫我去见他前男友 那岂不是让我帮他撑场子 我的小男啊 你放心 我会把你闯得像公主一样 到时候 再来一个浪漫表白 你愿意 做我女朋友吗 嗯 那 我岂不是 怎么不接电话 先生 请出示您的邀请函 邀请函 我没有邀请函 我有认识的人在里面 啊 哎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你就对了 我带着他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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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上课 娜娜 这不是娜娜 娜娜已经嫁人了 这一天是梦 为什么 你都答应她的求婚了 还来找我 为什么 让我看到绝望 又给我希望 她坏了 好了 别喝了 你一点不喜欢我 为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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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我这 就可以这样的 俗气的 为什么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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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什么 还是那么好看 我爱你 我爱你